东北战场事关全局 毛泽东为何连下命令 让林彪不要犹豫 迅速攻克锦州 拿下锦州北部的一座县城 给了林彪怎样的十足底气 总攻即将开始 城外两处顽固阵地 为何迟迟无法拿下 31小时的锦州攻坚战 东北野战军 动用了怎样的杀手锏 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本节目由古斯里的中国青花粉酒 独家特约播映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毛泽东主席致电东北野战军 要求他们集中精力 打好锦州这一战 电文中说 这一时期的战局 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 攻克锦州 毛泽东主席当时 为什么要求东北野战军 迅速地攻克锦州呢 锦州 东北通向关内的门户 独特的地理位置 让这里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辽审战役打响后 东北野战军兵封直直锦州 蒋介石深知 锦州对东北战局至关重要 一旦锦州失守 国民党军等于被彻底封闭在山海关外 甚至有被全间的威胁 蒋介石亲自调兵潜将 组成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 东西对进增援锦州 1948年10月10日 这一天侯敬如的东进兵团 在锦西的塔山与东北野战军交火 此时 解放军若想取得攻锦打援的绝对胜利 就一定要赶在廖耀乡的西进兵团 增援锦州前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拿下锦州 对战场形势动若关火的毛泽东 立刻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 发去命令 迅速攻克锦州 接到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后 林彪在回复中央军委的电文 最后坚定地说 阻住锦西原敌和打下锦州 均有把握 林彪为什么如此坚定 他的底气从何而来 此前林彪已经派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 展开过一次城市攻坚战 成功拿下锦州以北五十公里的义县 义县是锦州的北部屏障 与锦州有公路和铁路相通 东北野战军要南下锦州 炮纵主力 坦克部队和后勤运输 必须要经过义县 因此要打锦州 必须先拿下义县 义县虽小 攻势却十分坚固 城高十米 碉堡群外是三米余深 三米余宽的壕沟 沟外布满地雷 铁丝网 陆寨等障碍物 为了拔掉义县这颗钉子 免除攻克锦州的后顾之忧 林彪电令正围困义县的所有部队 由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韩仙楚统一指挥尽快攻克一线 十年三十五岁的韩仙楚 1913年出生于湖北 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 他多次率部完成冲锋突击 破阵歼敌 夺冠开路 堵截追兵的战斗任务 从未打过败仗 1945年8月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韩仙楚奉命到达东北 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1948年1月 韩仙楚就任东北野战军 第三纵队司令员 接到尽快攻克一线的命令后 韩仙楚立即着手研究破敌之法 当时一线县城 由国民党九十三军 暂编二十师把守 少将师长王世高由东北矫总副总司令 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 亲自派出 王世高在韩仙楚手里屡长败继 此次固守一线 大有准备一雪前尺之意 他依托高达十米的古城墙 绝豪筑雷 布雷设帐 建成完备的皇裕体系 经过周密的观察和考虑 韩仙楚命令各部队放开手脚 大挖交通壕 仅两三天功夫 一线城外交通壕纵横交错 一直挖到王世高的碉堡前两百米处 王世高带着国民党军官们登城观望 眼看着东北野战军在沟里来回奔忙 却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 韩仙楚根据敌方部署 确定各式的攻城任务 他还听取东北军区炮兵司令部 司令员朱锐提出的建议 安排炮兵集中攻打城墙中间部分 当时还真是有好多重炮 尤其是日本150毫米的重型榴弹炮 当年讲是铁拳头攻城锤 据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师长讲 他们都蒙了 师指挥所一下都震塌了 都埋在里头了 全城大乱 硝烟弥漫 四小时战斗结束 东北野战军干净利落地 拿下了一线 奸敌万余人 就在人们为解放一线欢呼之时 意外的噩耗突然传来 提出攻城良策的朱锐 在战斗结束后 观察炮火突破的情况时 不幸踩到地雷 壮烈牺牲 作为人民军队炮兵的开拓者 朱锐提出的炮兵战术 大大加速了一线攻坚战的胜利 也正是因为 寒先处一线攻坚战的大声 林彪给毛主席发电报时 才会坚定地说 阻住锦西原敌和打下锦州 均有把握 也才有了必胜的底气 然而此刻底气十足的林彪 也并不是一开始就信心十足 在攻打锦州之前 围绕辽审战役究竟如何开打 他也曾犹豫不定 起初 东北野战军总部计划先打长春 得到中央的批准后 无奈攻坚不顺 他们调整计划 提出该打锦州 这正和毛主席和中央的初衷 于是大军秘密难向 当一切部署妥当时 林彪得知国民党军新武军 独立九十五十等部 在蒋介石调检下 已出关增援锦州 他不由地再次犹豫 向中央提出退回北方 继续打长春 中共中央反复研究后认为 锦州是进出东北的咽喉门户 先扼住这个咽喉 才能抢占先机 双方击翻电报往复 基本上定先攻锦州 关门打狗 但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 迟迟没有下达作战命令 一时间似乎举棋不定 十月二日夜里十点 东野总部一封特级电报 发往西百坡 这是一封抗命电报 林彪又想回去打长春 正是这封电报惹怒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很清楚 蒋介石的动向 沿见东北危急 蒋介石一边调兵潜将 支援锦州 一边准备亲自飞往沈阳都战 军情十万火急 战机稍纵即逝 容不得再犹豫讨论 1948年10月3日凌晨 毛泽东把一份右上小画了四个A的电报 让秘书送给电报员 四个A代表石板火急刻不容缓 电报员从自立行间读出了毛泽东的怒火 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 七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 现在工井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却又不敢打 一封电报连用了三个不敢打 措辞之严厉 前所未有 刚发完这封电报 毛泽东又发一封电报 指示东野 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 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 力争十天 攻取锦州 五个小时后 毛主席终于等来了林彪决心先打锦州的电报 工井决心既已确定 林彪等人对围城和打员做出具体部署 在大战开始之前 东西两头组员 主力攻击锦州的布局已赫然成形 这里是锦州北郊的茂尔山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影像 为尽早攻克锦州 早在1948年10月7日 林彪就通知各工井部队指挥员 到茂尔屯高地查看地形 当时的锦州城 有十万余重兵聚成防守 配以全副美式装备 由范汉杰坐镇指挥 范汉杰时任国民党东北脚总副总司令 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这位黄浦军校一期毕业生 后来又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将校班甲级第一期 德国陆军大学毕业 多年来一直是蒋介石眼中的爱将和汉将 正因如此 蒋介石才决定把关系到东北命运的锦州交付给他 驻守锦州后 范汉杰在锦州的外围设有大量据点 还在锦州成员内外格外增强了防御 锦州城墙高四米 宽两米 仅靠城墙外是一条宽五十多米 水深其妖的小灵河 形成天然屏障 城墙外围还构筑有层层攻势 布满碉堡 地雷 铁丝网 考察完地形 林彪单独召见了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处 为拿下锦州 林彪制定了两阶段作战计划 第一阶段扫兴锦州外围据点 第二阶段总攻锦州成员 东北野军军采取的战术特点 也就是采取由外围向城中心 逐步推进步步逼进的方法 二总队和三总队在北面向南攻击 七总队 九总队在南面向北攻击 八总队从城东面向城里攻击 同时还派了一部兵力在城西做牵制 因为它有一条河防止敌人从河逃跑 1948年10月9日 根据东野总部部署 锦州外围战斗陆续开打 几天后 锦州外围多个阵地 相继被东北野战军扫清 佩水池和大疙瘩 是锦州城北两个防御最严密的阵地 东北野战军将如何砍下这块硬骨头 佩水池战斗遗址 位于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附近的 82.5高地上 70年过去了 当年的战斗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刚进水泥建筑的配水池原是锦州供水所用 国民党军放掉池水 经过整修 打造成一个坚固异常的堡垒 其后又在周围修筑了几十个明暗活力点 明暗碉堡之间有交通豪相互沟通 坡下有宽达三米的环形外豪 还设有到达火力点 豪外是雷厂 买有电发火的航空炸弹 大哥的战斗遗址位于今天的锦州医学院校园内 山顶原有的混凝土原柱已变成凉亭的基座 但地形地貌基本未变 大哥的原是古风火台 千百年的风雨将其吹打成一个大土包 东北方延称之为大哥的 围满时期 日军将其改造成钢筋水泥大地堡 顶部土层厚达两米 炮弹落上去都难以撼动 只会扬起一层尘土 国民党军进一步加固大哥的 将其构筑成一个独立防御体系 佩水池与大哥的护城脊脚 控制着锦翼公路 组成锦州城北屏障 对于锦州的独特地形 身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 了如指掌 林彪在战前观察地形时 还专门带韩仙楚 到过佩水池和大哥的 而且对韩仙楚还强调过 这两个阵地是锦州的门户 不打下他们 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 就拿不下锦州 深境百战的韩仙楚十分清楚 这两个阵地至关重要 经过研究 他把攻打佩水池和大哥的的任务 交给了七师二十团一营 和八师二十四团三营 1948年10月12日 这一天距离林彪承诺的 一星期打下锦州 已过去了两天 清晨 营长赵兴源 带领一营战士率先发起攻击 佩水池附近 国民党军的暗火力点和到达火力点 射出密集的子弹 赵兴源不得不率部就地转入防御 这时国民党军的飞机赶来轰炸 城内的大炮也集中火力 向东北野战军轰击 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 双方反复争夺 战事异常激励 佩水池为什么如此难打呢 是为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 九师文干队宣传员的刘福印 回忆起来 至今都难以忘怀 大哥的阵地上同样经历着一场恶战 三营连续换上三个连 每个连都伤亡过半 此时一向作战沉稳的韩仙处 也有点着急了 他嫌指挥所离阵地太远 于是便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 冒着敌人的炮火 将指挥部前移到佩水池 可是在去的途中 韩仙处的卫兵又突然发作了 他强忍着卫兵发作的疼痛 有好几个警卫员一路替换 才将他背到了佩水池的前沿指挥所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韩仙处位于佩水池的前沿指挥所 原本指挥进攻配水池的七十指挥所被占 师长不得已就只有直接下到了团 占了团里的指挥所 那团的指挥所呢 自然就下到了营里去 韩仙处就这样 把他的部下一级一级地往下推 让他们尽可能地靠前指挥 随着指挥阵地的潜移 在所有前线指战员的不懈奴隶下 三组七十经过几个小时的备战 于党日黄昏时分再次发起攻击 这是国民党提出口号 打佩水池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汉 战士一看说铁打的汉 他妈我就打铁的汉 我就要打你非得给你打媳妇了 最后一波冲锋之前 东北野战军跑兵集中火力 射击国民党军配水池地宝群 四发命中 国民党军受到重创 趁着国民党军慌乱之际 东北野战军战士如猛虎出山 向地宝冲去 经过一天的苦战 国民党军同样伤亡严重 再加上弹药不济 终于丧失了战斗力 东北野战军终于拿下了坚固的配水池 俘虏国民党军近二百人 此时另一边的大哥的阵地 仍然打得艰苦一长 久攻不下 这一天 林彪向各部队通报了总攻锦州的部署 总攻锦州的时间定在了两天后 也就是1948年10月14日的上午11点 1948年10月13日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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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总攻的时间是越来越近 可是大哥大阵地 还是没有能够拿下来 韩仙楚更加着急了 关键时刻就在东北野战军再次发起进攻时 发现国民党军地宝群下面有条盖钩 得到这条情报 韩仙楚立即派之部队从侧后穿插 炸塌盖钩 在集中炮火朝大哥的猛风 压制国民党军的火力 东北野战军再次发起冲锋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 终于拿下大哥的地宝群 为了总攻锦州的顺利进行 林彪下令各部队仿孝寒先楚 攻克一线的经验 大量在阵地上挖交通好 除此之外 他还调集了当时最强大的炮火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九百余门之多 与此同时 东北野战军还将装甲部队 特种兵战车团的十五辆坦克 千里迢迢用火车运到了锦州前线 同时调用这么多重武器 攻打一个城市 在解放战争的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而此时锦州外围的国民党军队 全部退入城内后 锦州城内陷入了一片混乱的状态中 范汉杰望眼欲穿 可东西对境的国民党援军 就是来不了 范汉杰最终也没等来援军 等到的反而是东北野战军吹响的 总攻锦州的号角 这段视频真实的记录下 锦州攻坚战的战况 在林彪承诺毛主席 有把握在一星期内 打下锦州的四天后的上午十点 也就是10月14日上午十点 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 发动猛烈封击 九百门打炮轰隆作响 城前上万发炮弹 打向锦州的城墙和城内据点 煞时间 锦州城笼罩在铺天盖地的淡雨之中 炮火覆盖之后 于十一点发起总攻 东北野战军几个主力部队 同时向锦州城发起突击 很快便打开突破口 成功突破成员 在锦州攻减战中 东北野战军的坦克大显身危 坦克在前开路 步兵战士士气大震 抱着炸药包紧随其后 工程部队如同多把尖刀 从四面八方刺入锦州市区 激战至四日浮晓 东北野战军工程各部队 在锦州市内会师 范汉杰的指挥部 也被解放军占领 他说带个粘帽头 搬一个钳搭子 装个老百姓带两个勤务兵 穿便衣 在锦州南三 不有站岗的吗 说你干啥的 他说我是跟沈阳出来 我做买卖 做啥买卖 他说我修理表 看着胖乎乎的 既不像当兵也不像老百姓 完了就对他就有怀疑 给战士叫一边去 说他是干啥的 他说他是范汉杰 就被他佛佛了 范汉杰被活捉后 锦州城内的国民党军群龙无首 一万多名残兵 退入锦州老城内 赋予顽抗 为彻底消灭锦州之敌 15日中午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 和政委罗隆帆 命令二宋一部 七宋向锦州老城发起攻击 到下午6点 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 从总攻开始到战斗结束 前后只用了三十一个小时 此时距离林彪承诺 在一星期内打下锦州 近过去五天 东北野战军率先完成了既定目标 向辽神战役的胜利 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持续了三十一个小时的攻坚战中 东北野战军已伤亡两万四千人的代下 全间锦州城内的十万国民党首军 对于国民党军来说 锦州的尸首是致命的失败 锦西东晋兵团的增援部队在海边搁浅 西晋兵团在增援半路上进退两难 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彻底堵死了国民党军 从东北溃退的后路 在东北的其他重要战场 位为已久的长春凉淡已绝 兵力空虚的沈阳人心惶惶 至此东北全境的解放已经胜利再望 杜兵和厂 目的仇军 封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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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